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末下盐 酱油和胡椒粉调味腌制入味 拌匀腌制入味 将切片 小白菜切除根部洗净备用 下姜片炒香 如果家里有通白 也一起炒香 下肉末炒熟 派杆可以加食用油 下小白菜 加两汤匙水 加一茶匙盐调味 记得要注意份量 因为肉末已经有味道了 不然怕太咸哦 加玉米水勾芡 加玉米水勾芡 摆盘了 很简单对吧 这道家常菜许多人都从小吃到大 对我而言是满满的小时候外婆的味道 摆盘 摆盘的时候也可以把白菜先加起来倒入肉碎后把白菜细心摆放好 这样又是一道好看的菜肴用来招待客人很大方哦 上网找了些关于白菜的资料也和大家一起分享吧 虽然北方人字典里没有青菜 中国中部大部分人还是称之为青菜 也叫上海青 北方人则称青菜为油菜或小白菜 在香港说到白菜专指小白菜 在香港另两种可以叫白菜的蔬菜 原白菜是叫椰菜 大白菜叫黄牙白或哨菜 大白菜叫黄牙白或哨菜 小白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一小白菜秋黄瓜破坏维生素C 二小白菜黄瓜破坏维生素C 三小白菜兔肉一起吃容易引起腹泻和呕吐 用小火炒菜炒蔬菜最好不要用小火 用大火炒的菜维生素C仅损失百分之十五 若炒后再闷移会菜里的维生素将损失百分之六十 所以炒蔬菜最好猛火快炒 且尽量少加水 蔬菜拥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是餐桌上最少不了的角色 但是蔬菜如果吃法不对 不仅没办法从中获取你想要的营养 还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 蔬菜的饮食禁忌 常在餐前吃西红柿 西红柿应该在餐后再吃 这样可使胃酸和食物混合大大降低酸度 避免胃内压力升高引起微扩张 绿叶蔬菜长时间焖煮着吃 绿叶蔬菜在烹调时不宜长时间的焖煮 不然绿叶蔬菜中的硝酸盐将会转变成亚硝酸盐 容易发生食物中毒 速冻蔬菜煮的时间过长 速冻蔬菜类大多已经被涮过 不必煮的时间过长 不然就会烂掉 丧失很多营养 对了 如果您在寻找健康低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看看吧 哪里目前有388个健康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8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